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纽约警局上周六接到报警电话 称一名女子遭到家庭暴力 随后三名警员赶到现场 其中两人却遭到嫌疑人的伏击 其中一名22岁的警官杰森·里弗拉当场被射杀 另一位警官威尔伯特·莫拉头部中弹 嫌疑人被第三名警员击毙 莫拉在被送往医院接受了两次手术后 在今天不治身亡 前市长白思豪称此事件为对纽约市的袭击 新任市长亚当斯昨天宣布了一项计划 通过增加街头警员人数与州和地方执法伙伴合作 以及采取措施阻止枪支流入来抑制枪支暴力 州长霍处也承诺会提供国家资源 打击街道上的非法枪支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截至周一过去7天因为新冠病毒而死亡的平均人数 达到2188人 打破了一年以来的最高值 该数据比两个月前增加了1000人 流行病学专家强调 Omicron的死亡率确实很低但其过高的确诊数字一旦传染到高危人群依旧十分危险 根据疾控中心的统计Omicron毒株激增的期间 每1000例确诊就会有9人死亡 最初疫情爆发的时候 每1000人有16例死亡 Delta期间则是1000人中13例死亡 而死亡人数通常会在确诊数达到最高峰之后慢慢提高 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天还将见到死亡人数的上升 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今天表示 由于拜登政府对企业的强制疫苗令 在最高法院败诉 因此会在明天开始取消这一项硬性规定 劳工部长马提沃尔施事严会与健康管理局合作 利用现有的权利保护工人免受新冠病毒感染 如果雇主未能维持安全的工作场所 管理局仍然有权利对雇主进行处罚 其中包括必须在拥挤的区域内设置物理屏障 对工作场所的清洁和消毒 以及保持设施内的通风设备 辉瑞药厂和德国生物新公司今天宣布 启动针对Omocron变异株的新冠疫苗实验 辉瑞首席执行官博尔拉此前曾透露 公司将在三月份推出针对Omocron的疫苗 这种疫苗还能将有效的预防 正在传播的其他新冠变异毒株 公司补充到即使需要Omocron特定版的疫苗 也不会改变先前在2022年生产40亿剂新冠疫苗的目标 由于香港过于严格的防疫准则 上周有2500多只小动物被实施安乐死 越来越多的居民担心自己的宠物 会被当局以感染新冠为理由而进行扑杀 因此香港的民众从今年年初开始花费高价 为他们的宠物租人私人飞机以逃避检疫 每位攜带宠物的乘客费用为20万港币 大约26000元美金 自然航空公司Topstars Air的宠物运输业务在近期增加了700% 其中不但有猫和狗 其他还有如苍树 兔子 乌龟和鸟类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